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这个里面新建制不同的图层 我去按V键可以去进行某一个图层的移动 这张图所存在的图层是最后一个图层 所以你需要选中图层以后 在按V键下可以拖动它的位置 所以换句话说 如果我选择其他图层 我去按V键拖是拖不动的 那么我们在去绘制这样东西的时候 尤其是在做UI设计的时候 我们一般用的工具是用矢量的工具 也就是这个部分 虽然PS的主要工具其实在位图这个部分 什么叫实量 什么叫位图 这个简单说来 位图就是点阵式排列 什么叫点阵式排列呢 简单来说就是PS通过对每一个像素 out加上delete删除键 可以往这个图层上添冲一个颜色 那么这些东西其实是PS基于 每一个点阵的位置进行计算 我们可以看到放大以后 它其实就是一个一个的像素颗粒 那这个时候这种元素 如果我把它缩小再放大 比如这里边我按花加上T键 我把它缩小 当然我缩的很小 然后确定 然后再花加T键放大 你会发现它的边缘就现在已经模糊掉了 为什么呢 它是基于位图去记录的信息 所以说一旦缩小再放大 它的位置信息就会丢失 那什么叫实量呢 当我们把这个东西删掉 什么叫实量呢 在这个地方通过这些东西的绘制 这些东西就是实量图层 而且注意 我现在直接进行实量图层的绘制的时候 这边直接就已经新建了一个图层 新建了一个图层 那么这个时候 我再按花加T键进行放大缩小的时候 我把它缩小 我再把它放大 这个时候呢 它是不会模糊的 它是基于一种表达式 数学事情计算 所以这种边缘呢 是永远很清晰的 那么在这里边 新的版本中 PS还是非常非常的 友好的做了一些小的变化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在我们实量缩放的时候 按花加T键进行缩放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它这个地方呢 直接出现了操控锚点 这个之前是没有的 就是它的这个变换中心 而且呢 你可以去选择变换中心的9个位置 这在PS2019里边才出现了新的功能 之前是没有的 当然你把这个东西勾掉的话 它就没有这个变换中心了 以前是需要按住out键 然后你把它取消掉 它就不会存在了 而且在新的版本中 我们还是通过shift键 可以给它进行等比的放大缩小 但是注意在新版本中有一点点小的变化 就是如果我们呢 拖入一张图进来 比如说这张图 我把这个东西隐藏掉 前面小眼睛可以把它隐藏掉 那比如说我们拖入这张图 那这张图我们在对它进行放大和缩小的时候 如果我们按住shift呢 它是可以进行变形操作的 但如果你松手不按shift 它是等比缩放的 这个需要小伙伴们注意一下 因为这在之前的版本是正好反过来的 PS的新的版本是这样的 位图不按shift就可以进行等比缩放 适量是需要按住shift进行等比缩放 说起来比较二口 但是你自己用一下大概就知道了 好的那废话不多说 我们来带着这个带着同学们去做一个 比较简单的这个图形 我们先去画一个圆角矩形 在PS里边 我们在前几节改了快捷键以后 其实在这里边按住R键 去画一个矩形很容易 画一个矩形画出来了 这个时候呢 在窗口属性这个地方 我们就可以看到非常简单的 有一个可以调节圆角的部分 调节一些圆角 我们做成差不多这个样子 然后呢 在这个面板上 双击颜色 我们就可以吸取画面中的颜色了 直接吸取颜色 很简单 然后呢 再按R键 再绘制一个东西 但是注意 我们再去绘制的时候 双击再去改一个颜色 否则你是看不见它的 这个时候呢 我们两个 一定要注意一些细节 比如说我把这个东西 圆角稍微再调一下 但是一定要注意细节 就是这两个东西 一定要给它居中对齐 当然这里边 比如说它做的是比较的矮胖 我做的是比较的瘦高 这个我们就不要在这里边 再多去纠结了 那这两个东西 选中它们两个 那你在图层面板上 在图层面板上 可以给它们进行一个居中 居中 当然我下笔如有神 它们本身就是居中的 好的 这个时候呢 再画一个R键 再画一个形状 把它呢 做出圆角来 双击给它换成黑色 同理 那么我们再去画一个圆形 按住Shift 画一个圆形 注意在这里边 绘制圆形的时候呢 我们有一个小的操作 我先删除掉 这个时候 我们如果想绘制一个圆形 按住O键 绘制圆形就可以了 但是注意 我们一定不能先按Shift 虽然按Shift是正圆 但是你先按Shift呢 它就会在当前的形状 当前这个图层上 直接添加一个 换句话说 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和上面这个东西 是在一个图层上 这个在以后我们调颜色的话 会非常的麻烦 所以我们虽然要画圆 但是要先放鼠标左键 再按Shift 这样绘制一个圆形 好的 那绘制完圆形了以后呢 我们再去给它做 一些简单的修改 这里边我不太推荐同学们 用描边去制作 因为在PS里边 它的描边是不可以扩转成形状的 它不像AI那么智能 所以一般我们要求 想去画环形的话 那一般还是 我们画一个它 再通过复制 再复制一层 画加T键把它缩小一些 这个时候呢 我们注意像素居中 这个时候选中它们两个 我们进行一个叫做布尔运算的操作 注意在PS里边 想进行布尔运算 那么一定要把两个形状 合并在一个层之中 也就是 画加上E键 合并图层 或者右键里边也有合并图层 那我们直接画加上E键 画加上E键 合并图层 然后摁住这里边的选择工具 路径选择工具 选择里边的这个形状 选择里边的这个形状 然后可以看到里边形状被选择了 我这样呢 是外边形状被选择 里边形状被选择 然后选择这里边的 减去顶层形状 这个时候我就得到了一个减去的环 这个时候双击给它改个颜色 它也就做好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把所有的这些元素 全部选中 按住Shift 加选所有的选择 然后给它们在图层工具下 给它进行一个居中对齐 差了一点点位置是吧 好居中对齐 那么这个形状也就做好了 那再画一下中间的部分 画一个按R键 画一个圆角矩形 我们也是同理把它居中 然后双击它 吸取颜色 给它稍微的加一点点的这个角度 对吧 加一点点的这个圆角 这里边呢 我们想去给它再去做一些小的设计 这个东西就很简单了 我们不在这边多说了 双击它给它改颜色 按V键选择它以后 按住Out键复制下一个层 好的 再按住Out键 再复制一个过来 花加T键把它稍微缩小一些 回车 回车键确定 我们把它稍微方长一点吧 这个里边有一个快捷选中 我们可以在图层里边快捷选中 快捷是按住花键 按住花键 点击画面中的某一个元素 它就 你可以看到这边图层 就快速在这几个元素中进行切换 好的 那我们选择这两个图层 按花加T键 把这两个东西都稍微拉长一些 确定 那我们再选择它 然后双击给它改个颜色 按住Out键 再给它复制一层 按花键选择它 把它往下拉一个 双击给它改颜色 改成蓝色 很好 下面我们把这个小尖角做出来 小尖角在这里边还是比较简单的 我们按花键得到这个形状 然后我们选择钢笔工具 当然选择钢笔工具之前 你先需要用小白或者小黑工具 这个选择工具 把它选择出路径 然后再用钢笔工具 在这里面添加锚点 加一个点 加两个点 再加一个点 我把这个点拖出来 这个时候有一点点小的问题 是吧 我们注意把它放大一些 不要碰到它这个锚点这个杆 旁边应该没加上点 那我们用钢笔工具 再在旁边再加一个点 两个点已经固定住 然后我用小白工具 这里边小黑是控制整个形状 小白是控制单点或者单线 我们选择小白工具 选择它 把它放下来 可以 这边出了一点点小的 这个小的变化是吧 比较的丑 同学说 这个没关系 按P键切换到钢笔工具下 在按钢笔工具下 按住out键 可以控制单独的被子杆 把它控制一下 这样 当然 在钢笔工具下 按住花键 是切换成小白工具 把这个点再往下拖一些 按住out键 按住out键 控制被子杆 好 我们这个形状也就做好了 好 缩小一些 哇 这个其实 感觉上还是挺好的 是吧 感觉还是挺好的 然后有自己的这个性格 那我们再去做它的这个投影 一旦做上投影呢 我们需要把这个东西呢 稍微的给它归纳一些 比如说我们选择这些东西 我们看一下 花加上G键是编一个组 我把它关掉 果然这些东西都在这里边 那么投影呢 应该是在这个部分的下面 把它这个部分做出来 那么这个部分呢我们怎么去做呢 还是比较简单的 就是直接在这边呢 绘制一个形状 我们可以看一下 但是在现在我们去制作的时候 有一点点麻烦的就是我们还没有学萌版工具 所以如果要绘制它呢 还是有点小麻烦的 我们看一下吧 好 做成这种形状 那把它呢尽量可以让它出去 好 双击呢给它改个颜色 我把它放在我们的形状之下 好 这里边呢我们可以看到 虽然我这么绘制了 但是这个地方明显是没有圆角 所以怎么才能做出这个形状呢 那我们把它做大一点 给大家稍微看一下 摁住花键把它做大一点 小白工具下拖拽它 尽量和我们中间的这个淡蓝色的面板呢 可以给它进行一个相交的操作 也就是说真蓝色的投影和淡蓝色面板 在同时出现的这个区域 是我们想要的部分 那所以呢我们去复制一个这个淡蓝色的面板 我们看一下是哪层 也就是这一层 好 我们复制一下它 这个时候呢选择这两个形状 选择这两个形状 然后呢花家意见合层 选择它们两个相交的部分 好 我们得到这个部分 也就是这个淡蓝色的投影就做好了 当然其实你仔细去看的话 它这边还会多一点点的这个小的投影 是吧 小的投影 那我们没关系 我们马上做出来 我们直接拿这个大白色的底板 再把这个白色的底板复制一份 然后把这边的双击 它改成这个暗色的这种东西 可以我们手动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形状 这个形状在移动图存工具 就这个形状吧 这个形状你把它稍微往下移动一下 做一个暗一点的东西 放在这边 这一像素小投影 是不是也就做出来了 但是这个有点太重了 我们可以给它降一降透明度 同理 那么我们做出这个手机壳的外轮廓部分 当然像这两个 像我这种严谨的老师 我肯定是把它都做出来的 R键画一个形状 我把它放在这个形状的下边 在下边 双击改个新颜色 然后按住out键 然后呢按住out键 再复制一份 然后这个双击的吸成 稍微重一点点颜色 好 然后这个整个的部分投影 这个部分的投影 有一点点小麻烦 我们需要还是拿钢笔工具 在p键按钢笔工具的情况下 我们去绘制这样的东西 当然这个角度 我们不应该做成这种小的窝角形状 你点一下你可以看到 它到点上直接就减点 减去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呢 按住花键 把它稍微的往下拖一些 把它拖一些 这边呢也稍微往下拖一些 当然这个点不应该是存在在这个位置的 我觉得应该是在这个位置 对吧 这个位置 然后呢 有一点点小的精妙操作了 就是我们想去做一个渐变 把这个投影做出来 那么渐变怎么做呢 还是比较简单的 我们直接在这里边的填充形式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它的填充形式呢 它现在的填充形式是纯色填充 那么点这里边 我们选择叫渐变填充 渐变填充 这个时候我们再双击这个面板 它就不是那个之前的西色面板了 而变成那种渐变面板 这里边我们想用渐变面板呢 很简单 我们选择手尾都是黑色 手尾都是黑色 OK 底下这是颜色 上面是透明度 我们把上面的透明度呢 降成0% 好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透明度的角度错了 我们需要把这个角度转过来 也就是说从这边转下来 透明度从100%到0% 而且这个面板比较好的地方就是 当这个渐变填充面板存在的时候 我是可以拖动它的 你可以看到 可以这样拖动它 那当然我们拖到这个位置就可以了 因为整体这个东西有点太黑了 所以我们整体给它降低透明度 我点周围部分 我们把这个蓝色框去掉 就可以看到 整体的透明度 这个投影也做好 当然你再降一些的话 这个边缘也就消失了 可以看到 这种投影也就做好了 那么这个图标 你学会了吗 当然除此以外的其他的作品 我希望同学们也可以在课后把它做完 几乎没有什么难点 就是简单的不而运算 好的 那么还有更多的课程 欢迎同学们关注水区报机器 我还会在这里面 给同学们带练各种各样的PSD小技巧 包括我们去了解最新版的PS2019 通过它去做一些简单的设计 包括一些banner 包括一些修图等等的 或在不断更新的课程中 还有其他的问题 欢迎同学们在视频中留言 或者留弹幕 那么这节课就到这里 同学们拜拜